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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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欢迎收看自在生活 我是慧银,各位亲爱的朋友 当你看到你的小猫小狗 趁你不在家的时候 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 是不是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呢 台语说的 就是在形容这个时候的心情 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字 就是乱这个字 那我们形容一个地区的 治安很乱 就是说这个地方的人事物很复杂 很不好管理 而凯书的这个乱字呢 本身的字型看起来也是很复杂 不过呢在古代它可是很单纯的 一起來瞧瞧 首先看到的是乱的经文 乍看之下呢 不晓得是一个什么东西 没关系我们拆开来看 中间那一个有点像是阿拉伯数字8的东西 是一捆丝线扭转成一个8的字型 象征说这一捆线呢 缠绕在那个纺织机上面 然后中间又有一个像是 倒下来的英文字母的i 那这个呢则是代表纺织机固定丝线的地方 再来看最上面跟最下面的东西 那两个东西呢都是代表人的手 一个是从上面往下 然后另外一个从下面往上 然后呢要干什么 把这一团乱七八糟的丝 缠绕在架子上面的丝把它给整理好 所以呢这样子看下来我们就知道 其实古代的乱字呢原本并不乱哦 反而呢它是在讲一个要整理跟治理的故事 到了秦代的时候 秦始皇他所立的那个一山碑上面 上面这个经文乱字呢就可以看到 右边多了一个像是甲乙丙丁的乙的偏旁 那左边呢则传成了经文的写法 接着是小传的乱字 跟秦代的乱字相似度有99% 所以你看呢我们今天呢有很多熟悉的字 很多都是从秦代就定型了哦 所以这样子看下来你是不是会疑惑说 怎么古时候的乱是整理 然后现在的乱是混乱呢 原来是因为古人写错字了啦 所以乱基本上是形容没有调理次序 像是混乱 凌乱 手忙脚乱 那动荡跟不安定也叫做乱 例如乱邦 乱世 一智一乱等等 形容人的情感繁杂不安 可以用心乱如麻 心慌意乱 神魂缭乱 而违法乱纪 以假乱真 久后乱性 使乱中气的乱都是动词混淆 还有呢 乱当副词的时候 就是没有秩序 调理 例如乱动 乱跑 乱说等等 最后你可能会在一些地方看到 哪一个人说谁谁谁乱有意思的 或是某某人乱没原则的 这里的乱比较特别是狠跟非常的意思 接着快速看一下基本资料 乱 勒万乱 不守是以不 总共十三话 现在一起来写一次吧 乱的简体字把左边的部分简化成舌头的舌 汉语拼音是乱 那说到乱呢 大家可能会联想到一些比较负面的语会 我第一个就会想到跟战争有关系的 像是大战前夕 那总会有怎么样 变乱四起 所以呢 战争引起的混乱状态就叫做兵荒骂乱 那打了败仗叫做失控溃散的军队叫做乱兵 而这些脱续的行为呢 最直接的侵扰对象就是可怜的老百姓了 所以呢 有一句俗话就说了 您为太平犬 不作乱世人 就是说呢 宁愿当一个太平盛世的一只狗 至少呢 安详平静 也不愿意做一个生在战乱中的人 或者整天朝不保夕的生活 那老百姓呢 固然苦不堪言 可是你反过来想喔 这个统帅军队的将领们啊 也不见得过的多幸福喔 春秋战国时期 魏国的大将 大将军庞涓 他因为嫉妒他的同门师兄弟孙炳 就设计把孙炳的膝盖骨给挖掉了 后来孙炳受到齐国国君的重用 在马林大败了庞涓 那这个庞涓的下场呢 是乱箭穿心而死 嗯 很痛的词法喔 看来呢 败君之将还没有回国受刑 就有可能先挂在战场上面了 好了 我们以上说了几个乱字的用法 大家就可以发现说 这些乱都已经偏离他原本造字的意思了 通通都是没有秩序的样子 那这个大家知道喔 没有秩序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尤其呢 每当你心乱如麻的时候 也是很不舒服的 我们来看李白的经典古诗 宣州蟹跳楼 鉴别教书淑云 弃我去者 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 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燕 对此可以憨高楼 蓬莱文章 建安谷 中间小谢又轻巴 聚怀异性 壮思飞 遇上青天揽明月 抽刀断水 水更流 举杯消愁 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 明朝散法 弄偏周 好 很长的一首诗 不过呢 由于它写得很好 所以大家应该不至于睡着吧 我们慢慢来看 弃我而去的 已经不可挽留了 扰乱我的心绪的 让我极为烦忧 万里长风 送走了归宴 此情此景 正好适合 灯高来喝一杯 你的文章不但有先锋 还兼具建安文学的风骨 而我的风格呢 也像蟹跳那样的清新秀丽 飘逸豪放 我们都满怀着豪情异性 神思飞跃 想要到青天上去摘取那皎洁的明月 抽出宝刀 砍断流水 这个流水不但没有被斩断 反而流得更极了 而我举杯痛饮 本来想要借酒 排浅我的烦忧 结果反倒 愁上加愁 人生在世如此的不称心如意 干脆明天就劈头散法 乘着小船在江湖上自在地漂流 哇 从这首诗就可以看出来说 李白当时的心情真的是很乱耶 那我们要形容自己心情很乱的时候 有没有办法像他一样 多用一些描写跟比喻或是联想呢 大家可以练习看看喔 然而我们也知道 心情如果一直处在一个乱的状态 对你生活的秩序是很不利的喔 这个时候就会显现出 EQ跟自制力的重要了 尤其用在男女的感情上面 有一个人他号称坐怀不乱 本来是形容一个男子 他不轻易的被女色引诱 但是你也知道啊 现在社会风气很开放 所以呢我们就扩大解释好了 这个坐怀不乱可以形容一个形式端正 虽然和俊男美女相处在一起 却不淫乱的人 好 所以坐怀不乱 刚刚说的是在说春秋时代的 鲁国人柳夏慧 据说有一次啊 他夜宿城门的时候 就遇到一个来不及回家的漂亮的女生 那柳夏慧呢 就怕他深夜因为寒风刺骨 怕他会着凉感冒了 所以就用衣服呢 裹着他抱着坐了一个晚上 并没有发生任何不礼貌的事情 那当然啦 以我们现在的小人之心 这也可能有 有可能跟他的性向有关 不过呢在这里就不讨论了 我们保留一点想象空间好了 总之呢 坐怀不乱是一种自制力的表现 那比自制力更厉害的喔 就是去影响别人 有没有听过拨乱反正这个成语呢 它的意思是说 除去祸乱归于正道 这可是要有相当大的力量才行喔 那所以有一种力量 叫做口诛笔发 谁最会用这种力量呢 在我们现代来说就是媒体啊 所以呢 有人就说媒体是社会的乱源 可见呢 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 那我们今天说的 不是现代的媒体 而是古代的媒体 其中之一 就是史书 孔子有讲过一句话 不是孔子说的 是别人说的 孔子坐春秋而乱成贼子句 这个春秋这部史书呢 不畏强权 直言不讳 为民喉舌又伸张正义 那为什么乱成贼子会句呢 因为他们犯了罪行 就害怕被春秋给记载下来 会受到当时的人和后世的唾骂 那反过我们现代呢 身为媒体人 是不是真的要好好思考反省呢 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自圆其说 跟慧文一起来回味 乱世佳人的故事 别走开喔